身体出现五个迹象,是提醒您吃盐太多了,现在赶紧限制,真的很危险,关注健康,共享美好生活。 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颖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频道。 医生,这跟咸的食物有什么关系吗? 刘大爷近几个月里,时不时会有胃痛症状,而且症状越来越严重,不得已,他只好去医院检查。 这一检查竟被查出罹患胃癌,好在病程还处于早中期。 医生在了解过往史后,得知刘大爷和老伴俩人,平常十分节俭,都是吃饭配自己腌制的咸菜,赶紧让他老伴也来医院进行检查。 经检查,老伴也罹患胃癌,病情比刘大爷稍微轻一些,这个结果令老俩口特别诧异,怎么好端端的都患癌了。 一,中国人盐吃太多了,真的很危险。 2012年我国居民营养,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,国人平均每日摄入食盐量为10.5克,而世卫组织推荐的,盐分摄入量为成年人每日5克。 不仅如此,我国就连儿童的食盐摄入量也很高,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一项研究,指出中国三到六岁儿童的食盐摄入量,达到了世卫组织推荐的最高值。 稍微大点的小孩,日均盐摄入量更是可以达到9克。 当然,这并不是说不能吃盐,盐内的那元素可帮助维持生命,调节体内水纳平衡,对健康而言是不可或缺的。 但是,如果摄盐超标,就会对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。 说到这,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虚压升高,实际上并不止如此。 研究发现,长期高原饮食与胃癌、中风、全因死亡风险增加相关,会让人的预期寿命缩短,无独有偶。 European Heart Journal Open,上的研究也指出,饮食摄入越多盐分的人,罹患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也越高。 此外,摄入过量的盐,还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受影响,进而影响到身体正常的免疫功能。 容易诱发免疫系统细胞炎症发生,那元素摄入过量,还会让钙质的流失增加。 长期如此,会诱发肌肉抽搐,骨骼老化,速度加快等。 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,日常一定要控制缘分摄入。 二,身体出现五个迹象,提醒你要控炎了,日常生活中,怎么能知道自己炎吃多了呢? 国家级营养保健专家,湖南省匈科医院院长,唐细良2021年在接受长沙晚报采访时介绍, 身体有五个迹象会提醒,如果你身上有这些症状的话,一定要及时限远。 一,嘴干。 在食用了含有大量钠的食物之后,身体会感觉盐和水的含量失衡了。 为了恢复平衡,大脑会频繁发出口渴、嘴干的信号,促使你多喝水。 但在补充水分后,身体症状还是难以缓解。 二,水肿。 正常情况下,人体内的水盐水平会保持在一定平衡状态下,摄入过量盐分后,身体需要饮用大量的水分来中和那元素,这样一来会导致平衡被打破,容易引起身体水肿。 如果突然发现,在体重没有任何增长的情况下,手指却带不进去,原本合适尺寸的戒指,这有可能是水珠瘤,水肿造成的。 三,头痛。 研究表明,与每天摄入1500毫克纳的人相比,每天使用3500毫克纳的成年人,患头痛的风险高出近三分之一。 四,反应变慢。 长期摄入过量盐分,容易导致身体脱水,这样一来,思维能力会受到影响,表现为反应变慢,记忆力下降等。 五,尿易频繁,盐分摄入过量,还会让人有尿易频繁的症状,因为吃盐多,身体会口渴,这样一来就喝水,多喝水,自然就会多排尿了。 视频看到这里了,麻烦亲们动动发财的小手,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,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 在这里,真心感谢您了,想要不过量摄入盐分,在日常要注意做好这四件事。 劳记,每人每日吃盐不超五克,中国居民膳食指南,2022,建议,成人每天摄入不超过五克的盐,那么平时该如何避免吃太咸呢?其实是有方法的。 1. 使用现盐勺,烹制菜肴时加糖会掩盖咸味,故不能仅凭品尝来判断盐是否过量,而应该使用凉具。 同时要注意少吃辣酱,咸菜等含盐量丰富的食物。 2. 快出锅时再放盐,烹制时等到快出锅再加盐,可以在保持咸度的情况下,减少用盐量。 3. 使用香料和低盐调味品,它们可以增加食物味道,减少对盐的依赖。 比如,醋、洋葱、陈皮、柠檬、葱、姜、蒜等。 4. 少吃加工食品,选择低耐食品,学会看配料表,购买加工食品要学会。 看配料表中的那含量,很多食物都是隐形盐食品,比如火腿、瓜子、咸鸭蛋、榨菜、挂面、甜月饼、白切面包等。 它们中有些甚至吃起来并不咸,如甜月饼。 3. 健康从吃兑盐。 开始,教你怎么正确选盐。 现阶段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都比较高,日常也会限制盐分的摄入,甚至很多时候会刻意选择低盐,新型调味品。 但很多时候这些食品并不健康,如果你家里有这几种盐的话,要注意及时丢掉。 1. 包装袋上没有二维码,正规食盐在外包装上会有相关的二维码,这些二维码在扫描后可弹出食用盐的基本信息。 2. 封口处不清晰,正常情况下,食盐的封口是完整的,如果发现封口容易撕开,不齐的话很可能是劣质产品。 3. 注意防伪标签,正规厂家生产的食盐包装袋上会有防伪标志、产品信息、厂家名字、电话、地址等相关信息。 4. 混有杂质,质量好的盐质地非常纯白结净,颗粒细腻,大小均匀,为半透明或全透明状。 4. 如果发现食盐颜色发黑,发黄,且有较多的杂质,要注意及时丢弃,盐对身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成分,但日常一定要控制摄入的量,过量摄入盐分对健康百害而无一利。 4.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,请转发给您所爱的家人,其实您所拥有的一切呀,都是您自己所吸引来的,您想吸引什么,您就会收获什么,您想拥有健康吗? 如果您想拥有健康,就在评论区打上四个字,我要赞康,您一定会收获健康的,关注我,关注健康。